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REMAX的温哥华专业地产顧問 今天天氣有點濕 但不要緊 我們來這裡是位於Delta的Latner 屬於西邊一點 因為其實Latner也很大 有東邊一點去到遠一點 這個地區是屬於一個 比較多人喜歡的 叫Halthorn的Latner地區 我今天有一個新名單位 就會上市 所以想來給大家看看這間屋 這間屋其實差不多有34年 因為通常我們都會介紹一些新屋 所以可以給大家看看 新屋和舊屋的分別 其實它建築舊屋也很紮實 而且屋主保養得很好 你見到其實它有 相互相互相互家庭 然後它是位於一個 空間套館 所以如果你家裡有小孩在玩 其實是很安全的 整個鄰居都很友善 我們事不宜遲 就可以帶大家進去看看 它裡面的樣子 歡迎大家來到我這個新屋 這間屋大概有2700多尺 是座納於一個4600多尺的地 其實它樓上有五間房 下面有一個辦公室 因為這個30多年屋 其實它所有的廳 即是Living Area Dining Area Family Room 和Eating Area 全部都有了 這一邊 一開始你就會看到一個 高樓底 Volter Ceiling 你現在看到它擺設了一些傢俱 在這裡 就是告訴你 如果你可以放這麼多傢俱 其實它也有很多位置 加上它這邊 就有一些大窗 採光其實是很足夠的 你看到整個地區 如果你有朋友來 在這裡坐下來聊天 是很漂亮的 這間屋 它一直都有 維持得很好 加上因為它賣屋 我就建議它有很多地方 都要收拾一下 例如整間屋的油漆 塗布 這些是 大家可以看到 是比較舊式的Fly Place 但是它把它Modernize 即是有一層灰色的油 看上去整間屋 整間屋的感覺就漂亮很多 新買家來說 它就做少很多東西 除了這個Living Area 過到這邊 就有一個Dining Area 它其實也有更新過 Living Area 你看到地板 其實之前也一直有更新 就不是地毯 所以這個完全 你搬家師進來 就可以住了 然後這邊通過去 就會是一個Kitchen 和Inning Area 因為這個是Single House 一進來 這個Kitchen旁邊 其實有一個Pantry位 你也看到它們 保持得很乾淨 很Tidy 整個Area 你可以放很多乾火 在這裡 還有一道門 可以關閉 去到這裡 一個很Open Open Concept Kitchen 它就很大 整個U型 在這裡 你看到它的櫥櫃 本來因為它是Original的 木色 即是 即是啡色 當然如果可以 你說拆掉它 再裝都可以 不過我提議了它 不如你 因為我看它用得很好 它的木箱也很好 我就叫它做一個Makeover 就直接油花一層新油 所以就介紹了它 找一個專業 就更換了顏色 所以你看下去 現在整個是Modern 也不需要拆掉櫃 這麼大工程 去換這個Kitchen 現在來說 它的Countertop 空間很夠 所有工具 都是Stainless Steel 在這裡 你看著這個Sink 它就是很大的窗 你煮飯 洗碗 洗菜 你看著這個Backyard 是很漂亮的 而且你看到一些Fence 其實它是剛剛換的 所以 Sunfire也不需要擔心 Storage 和用花夠大了 相比起 現在的House 如果是新一些 它就沒有那麼闊落 我們過來這邊 就有一個Eating Area 雖然它說是Eating Area 但其實它也能放到一個 尺寸 就算六個人坐在這裡 都是有地方坐的 所以我想主要是可以在這裡吃飯 Dining Area 你可以做其他用途 Office Flex Room 這裡繼續是大窗 整個玻璃 很光亮 你會很舒服 其實如果一Pan 由廚房Pan 到這個Eating Area 去到那邊的Family Room 你會看到是很通透 看完外面 是很舒服的 然後那些窗 其實已經是清洗過 所以它一搬進來 就不用再教了 然後這邊 就有一個小小的桌 因為那個年代的屋 都是有這些位置 擺東西 可能有時有些電話 總之就多些Storage 讓你可以擺東西 就不要浪費了這個位置 過到這邊 就是一個很空間的Family Room 你會看到 放了很多大沙發 然後它這些書櫃 你會看到它入場櫃 Fire Place 你要擺東西 真的夠位置 而且它這些其實 都是有Makeover的 原本這些是實木 都是木色的 有少許像現在你看到 啡色的架式 但是因為我提議它 旁邊的牆 本來都是啡色的 全部塗在這隻 淺灰色 整個感覺又翻新了 又Modern些 看上去又舒服很多 總之整個空間感 是很夠容很舒服的 然後對面這裡 有個小小的巴位 你可以放些酒在這裡 有時候晚上可以喝 就算你洗手 也不用走回廚房 那麼遠 然後這間屋 我現在站在這裡 就是暖粒粒的 因為它有地暖 下層全部都是地暖 所以現在冬天的話 就很舒服 現在只是 可能你會看到 高層的房子 才會有地暖 這間屋 現在是有地暖 很舒服 這間是mechanical room 裡面有個 Hot Water Tank 還有Furnace Boiler Hot Water Tank 它也是剛剛新換的 還有 最好一樣 就是 它整間屋的plumbing 大家最關心 因為那年代 可能用Poly B 比較容易爆 它就是換了整間屋的plumbing 所以 對買家來說是十分好 搬進來 不用擔心 又要再換泥 又要再製造 浪費很多錢 所以是非常好的 好 我們再通過 就是去回正門 正門 這邊 其實是Garage出入口 還有一個 Powder Room Laundry Room 還有Office 首先 這裡有一個Powder Room 它都是 油膩 都是油膩的 所以你會看到 地板那些 都很乾淨 保持得很好 然後這裡就是 Double Side By Side的Garage 對 這邊就是有一個 Side By Side Laundry 因為 傳統的家庭就是這樣 其實一在車房 一進來 就會有一個 Laundry Area 你可以把所有的污漏 Side By Side 都更新了 這個是換過的 對 有一個洗衣服的地方 有些櫃子 放油膩 很帥 很帥 有一個 到這裡 就是有一間 Office 其實是Office 不過現在的 居住可能想在這裡 靠近一點看電視 就變成在這裡 可以看電視 不然這個可以是客房 因為你看它的窗 在角落 就是完全不是客房 我們現在可以上去二樓 大家可以看到 旁邊的扶手和地下的地毯 其實它都翻新過 地毯全新的 油膩也是新的 上到這裡 就算有幾個人在這裡走 都很闊落 你不怕是那些 一條巷 可能大家走的時候 要左閃右鼻 這裡已經很闊 而且上層 它一直有維持 所以它一早已經換了這些 地板 而且它保持得很好 都沒有什麼爛 其實是很好 就可以繼續用 我們首先可以介紹這間房 這間房的尺寸 其實一看 可能有人誤會了 是主人房 因為它實在是 又闊又長 但其實這間主要是 一個第二層 不是主要的 但它現在放了一個 queen size bag 而且它住了很多年 就比較多家室 你看到它周圍都是貴的 但如果你是 搬了之後 你再放自己的傢俬 你可以有很多 東西可以做到 譬如那邊可以放書桌 這邊放書桌 或者加多個 那些入場櫃 用來做裝飾 很多東西可以做到 因為這間房大 而且它有個窗 看回正門那邊 整個感覺很舒服 看看誰 幸好有這間大房 然後我們可以 繼續看另外兩間房 這裡有一個轉角位 轉角位這裡 不少當然是有 保存 就可以讓你擺 毛巾 有些濕性的東西 都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我們就可以 進去這間房 這間房 都是看著正門的 其實你看完剛才的房 你就會覺得這間房 很小 其實這間房 一點都不小 即是現在的尺寸 就差不多 都沒有那麼闊 你看它 它有一張雙雙櫃 然後放在這裡 旁邊還可以放一個櫃 放一個書桌 還有一位走的 所以其實這些 年紀的屋 就真的很實用 你看到這間所謂叫 小房 它也是有很闊落的空間 然後就兩個窗 在旁邊 可以採光 然後出來 這間就是 第三間房 這間 都是跟剛才那間差不多 你可以放一張雙雙櫃 然後它在前面 旁邊還可以放 你要放一個很大的 側桌 如果你有需要 或者書桌 都可以 然後它的衣櫃 都是偏向大的 你看到它 所有那些 塑膠 那些塑膠 都油了 很漂亮 Sharing Bathroom 就會在這裏 這個Sharing Bathroom 它是前幾年 更新的 所以你看到它 就是更新的 它又是Double Sink 所以如果有兩個小孩 一起用 都不會怕要爭 然後進來這個 就會是一個Shower 它就是做了這個Shower 因為水在這邊 不會到這邊 就沒有門 就直接進去洗澡 這些全部都翻新 很漂亮 保持得很乾淨 因為其實現在的屋 只有兩個人住 這個洗手間 可能更新後 沒有什麼用過 那個洗手間 便會在這邊 還有一個房間 還有一個房間 多到忘記了 就是在這裏 它現在 女主人是做辦公室的 所以你看到它的擺設 就是有電腦 有電腦 其實它有在這裏做健身 就是房間 大到它在這裏做健身 可能做完的辛苦 就在這裏做一下 這個屋主跟我一樣 都是Charler Accountants 所以你看到 它有些Income Tax Act 放在這裏 就是有需要的時候 去做reference 所以這個是它的office slash exercise room 亦都是corner兩隻窗 你看到很開放的 它選擇這個位置 放了一張書桌 在這裏做做一下 就可以看出去 這樣人就舒服一點 可以 去到最後一間房 就是Master Bedroom 就會在這裏 首先你看到尺寸 你就知道為何這間才是Master Bedroom 因為比起剛才第一間房 它確實是大很多的 因為這個是King Size Bag 你看到 旁邊就是 不用說 闊到 你放每邊兩個床頭櫃都夠位 它就放了一個衣櫃 所以如果你不要這個 你放一個梳妝桌 就有一個很大的space 很舒服去化妝 然後它就有兩隻窗在左右 然後我們可以先看看 Walking Closet 這裡的門就是Walking Closet 它的尺寸不是很大 但它有架子在這裡 一個差不多O型 還沒結束 一個U型 可以這樣說 來到這邊 到門後面 都是有架掛衣服的 所以 都很好 space 如果不夠就可以加櫃 因為這裡可以加櫃 因為這裡可以加櫃 那裡可以加櫃 整個房間可以加櫃 因為位置很夠 然後這裡 就是主人房的套廁 這個浴缸很大 你看到是Original的 但它保持得很好 你不見到它有爛 所以如果你是OK 你可以繼續用 繼續保持 因為如果你不需要浸浴 這裡可以加櫃 這裡可以加櫃 然後便會加櫃 然後便會加櫃 在這裡 這個鏡子很大 然後它有很多Lightbox 很光亮 你在這裡 因為它升高升 但是 撥到我旁邊的桌面 所以如果你放完工回來 你進入這個洗手間 它因為都很 spacious 整個私人空間 關上門 你可以慢慢靜思 也可以 可以浸浴 它又有彩光 即是磨砂玻璃 對面看不到你 放心 但是整個感覺就是 它很緩和 很乾淨 空間感很夠 很舒服 整間屋的感覺 其實都很舒服 好了 現在整間屋 已經過了 我就可以坐下來 跟大家說一下 開架 再 summarize 會有什麼更新的 帶大家看完整間屋 希望大家喜歡這間屋 因為售貨員都很有心機 去把這間屋清理 以及去撿蠔 因為始終它住了這麼多年 其實都存了很多東西 所以它就盡力把這間屋 清潔得乾乾淨淨 給買家看到 其實是有多美 因為這間屋其實有2700多尺 即是兩層很大 所有空間都很 spacious 你看到 所以現在它的開架 便會是149.9萬 我覺得價錢非常好 因為附近 那個townhouse 大家如果有看我的影片 其實Polly說說 這個West Hampton 那個新townhouse 其實在這裏 只是開車過的可能 三分鐘 即是在那裏附近 不過就未去到河邊 那些單位現在B的單位 即corner的三房兩層 它現在已經賣到139.8萬 所以這間屋只賣149.9萬 其實是如果大家需要這個空間 以及可以負擔得到 買這間屋 我覺得比起買townhouse值 但如果人們選擇townhouse 可能是覺得downsizer 或者全身很好 但如果大家有看過這間屋 剛才的影片 其實它所有很多東西都更新 例如是plumbing 上下層的地板 整間屋的油漆 可以這樣說 如果大家需要一個大空間 去跟一個家庭 有幾個小孩一起成長 這間屋是非常好的 你看看 就是一個corder set 所以是很舒服的環境 如果要小孩成長 是很安全的 如果大家考慮校區的話 如果大家考慮校區的話 我們這邊的小學 其實是走路可能5至10分鐘 就去到 那這邊是沒有 例如Richmond Bernabee Vancouver 那些很高的 但這邊的 那些屋子 就是比較 複雜文 不是中國人 或者外國人 它是混合的 然後這裡去買餐 其實駕車5分鐘 就已經有個屋子 可以買餐 這邊也是比較好的 你出入去Richmond 或者Vancouver 就很接近 所以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介紹的這間屋子 如果喜歡的話 按個Like Share出去給有需要的朋友 最重要是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將來的影片 如果大家想看我Polygon的West Hampton 那條影片 就繼續留下來 到最後就會看到